觀眾朋友 你加入健康2.0 APP了嗎 如果還沒的話 趕快下載裡面很多的健康資訊 像現在進入秋冬 除了大家擔心新冠又起來之外 還有一個原本就潛在的威脅 叫流感 如果兩個人一起來 都罹患的話會怎麼樣 那就很可能是因為不同種的病毒 一起進入你的身體感染之後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其實之前我們說 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 他們其實不一定只死於 新冠病毒感染本身 很多是什麼 因為過度嚴重的發炎反應 就是免疫爆發之後 反而你的肺部變成一個戰場 他在那裡戰場焦土政策之後 你完全沒有辦法 變成非常非常嚴重的肺炎 他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最後死亡 所以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叫做 激發性的細菌感染 之前有沒有說 他們說奇怪了 這個病毒進去之後 等於幫其他人 開個大門 其他人就趁著你的免疫 可能燒歇的時候就攻進來 攻進來之後 就另外再引發一波的感染 所以一旦如果這個季節 大家沒有防守好 大家知道這個季節 包括我們之前講了 9月來根本就是 病毒開心的記者 是不是 然後流感來了 其實他現在很多 我們之前守得很好 所以我們很多病毒沒出現 當他一起來的時候 一起團結作戰進入你的身體 造成你的免疫大爆發 有可能反而真的就是住院 疫苗跟重症跟死亡的風險 就會更高 天啊 師妹 那在這個時候到底該怎麼辦 很多人已經打了新冠的第一劑 那麼到底這個面對流感 又要怎麼樣防範 過去大家會打流感疫苗 這個時候到底需不需要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個 蠻有趣的現象 自從新冠肺炎開始 大家就一直在找各種方式 可以降低發生率 其中兩支跟新冠肺炎 毫無關聯的疫苗就勝出了 第一個就是之前有提過 肺炎鏈球菌疫苗 第二支疫苗在前一段時間 我們在新冠肺炎 我們自己醫生的醫療會議裡頭 就被提出來了 他發現 而且這個文章不是一篇 蠻多篇文章 他們也發現一個 算是幸運的巧合 什麼叫幸運的巧合 我先講一篇比較大型的文章 這篇文章是觀察 有一些得過新冠肺炎的人 他觀察人數有高達三萬多人 他在這些人裡頭 他們就去 因為他這些病人 已經經歷過新冠肺炎 所以他可能同時有重症 有去加護病房或者完全沒有事 或是輕症 他們就去給他詢問 發現在六個月內 假設這個人 他是有打過流感疫苗 我現在講的是流感 不是新冠肺炎疫苗 跟沒有打過流感疫苗的人 他們的重症率 敗血病的機率 我們說各種血栓的機率 中風的機率都比較低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讓很多專家學者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原因 但是確實有發生這個現象 就是好像當這些疫苗施打的時候 他同時有減低 我們新冠肺炎重症的機會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對台灣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 在有些國家 他已經打第二劑 已經在討論打第三劑 台灣其實普遍的第一劑率 都已經還不算太高 還沒有過50% 我不知道最新的數字 可是他其實還是算不高 這時候我們還能多做捨分 我才會跟我的病人說 這是加分題 其實每年都會有一次 而且這支疫苗 通常我們過去到現在的經驗 比較不像新冠肺炎 你會聽到一大堆副作用 可是今年我就認為你該打 我是真的覺得你應該要打 我把該打跟不該打的 你大概現在觀眾朋友 可以去想三個年齡層 你自己對號入座一下 第一個年齡層是18歲以下 為什麼 這個年齡層最尷尬 這年齡層雖然我們有BNT 但是其實普遍來講的話 都是沒有打過疫苗的年齡層 所以這一群年齡層 其實流感疫苗 是連小孩子都是可以施打的 所以假設你家裡有小孩 比如我家有小孩 我今年就會預計讓他去打流感疫苗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其他的選擇可以做 對 在這我們可以多一點保護 第二個族群是50歲以上 或者是60歲以上 因為我們都知道 隨著年齡的上升 慢性疾病的高 其實他新冠肺炎的 重症率是比較高 如果我們一開始講的 你打一劑可能還是不夠 所以這一群人 我覺得你也應該打 我剛剛特別講這兩群人 他們都是公費就可以施打 流感疫苗 中間有一個斷層 是因為我們過去針對年輕的青壯年 就是19到49歲 我們認為你的免疫力是OK的 我們認為你是健康的 所以基本上這一群人 是屬於自費 才需要施打疫苗的族群 可是這一群人 我會特別提出來 因為最近這一群人 有點像是社會邊緣人 他的那個 疫苗孤兒 對 他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打到 那我就特別提醒 其實你還有另一個選擇 雖然他不是直接保護新冠肺炎 但是真的有可能 假設你得到的機會 是有可能會下降 就是19到49歲 好 那像流感疫苗 我們過去常常提到說 對蛋過敏的人 不要來施打等等的 現在這個雞蛋培養 跟細胞培養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對 因為其實自從 新冠肺炎的疫苗出來之後 大家開始會對 因為我們都會說 什麼人不能打 叫做對疫苗的某個成分 過敏人不能打 於是大家終於 好像對疫苗的任何的話題 都很有興趣 其中有一個就是 那如果我對蛋過敏 我能不能打 確實我們過去的 很多疫苗的製造 包括流感疫苗 長年來的製造的方法 它是利用雞蛋的胚胎 去培養出疫苗的抗原 其實現在的科技 一直都在發達 所以已經把 其中有一些人 他已經可以發展成 是用我們哺乳類的細胞 去做培養 所以它大概有兩種優點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小新之大可以參考 第一個優點就是 其實這個相容性 比較不會造成 我們說的雞蛋過敏的狀態 第二個是這種型的研究發現說 它其實可以產生 保護力的機會還比雞蛋的胚胎 來得高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資訊 大家是可以參考一下 了解 如果已經打新冠的人 要打流感疫苗 中間大條隔幾天 對 其實我們過去會說 在打新冠肺炎前後疫苗 大概隔15天 就是兩個週的時間 但是流感疫苗不需要 7天就可以了 OK 好 這裡讓大家參考一下 健康2.0一直告訴大家 其實免疫就要從生活當中做起 所以今天要請雷師傅 教大家做一個 可以調先免疫的黑蒜頭 在這幾年養生還有抗氧化的 當紅炸子機之一 就是這個黑蒜頭 大家過去習慣是蒜頭白的 然後拍拍下去炒 可是黑蒜頭這幾年很夯 雷師傅聽說這兩盤 是我們雷神媽媽幫忙做的嗎 對 因為我每天還要給它錢 因為我的電鍋沾用了 它沒有辦法吃飯 什麼意思 因為我電鍋把它沾用了 它沒有辦法煮飯 所以我要給它錢到外面吃外食 所以做這個黑蒜頭 要花很多天的時間 要用到電鍋是不是 大概快一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快一個月 對 好 那這兩個都是雷媽媽做的 那到底怎麼做 幫忙過 第一個當然 這我跟她去蔡市長買的那種蒜頭 蒜頭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要買這種很完整的 那尤其像這種季節 現在這個季節就是夏天的部分 它會比較小顆 但是蒜頭要好吃 然後甜度會高的話 挑選這個有一點皮 有一點紫紫的 紫紫的 有點紫皮 像這種紫紫的 對 紫紫的這種感覺 那其實在第二個在挑的時候 不要有那種發霉性 因為其實有的蒜頭 它如果沒有曬乾的話 它很容易發霉 那裡面會爛 那裡面會爛的話 做這個黑蒜頭就完蛋了 因為它就會像傳染病一樣 28天在裡頭就打開 全部都發霉 對 都是湊掉 都是湊掉 對 那第二個其實我們在做黑蒜頭 挑選器具也很重要 器具不就電鍋嗎 對 電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電鍋裡面的東西 一般家裡頭是這個 電鍋裡頭要付這個價值 鐵架 但是這一個用鐵架做出來 它溫度會很高 所以做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薄薄 乾乾扁扁的 來 這兩個比較一下 這個就比較胖乎乎兩秒 對 胖乎 怎麼做的呢 這個其實像 當然這個是我們製作單位 我們必須談論 這個我們製作單位做的 用那種竹筷子 但是像我媽媽 她就會去像人家菜市場 有那種竹籠 她去撿那個竹籠裡面那個片 竹籠那種片把它撿起來之後 就把它放在電鍋裡面 它受熱的部分 溫度就不會上升得那麼快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綁這個竹筷子也是可以 綁這個竹筷子也可以 好 那你帶我們來看看 假設我們就用這個竹筷子 把它擺到電鍋裡頭 那蒜頭要先經過什麼樣的處理嗎 乾乾的 對 來 我先讓鏡頭 看得更清楚一點 像我們這樣子 其實我們要把這個竹筷 譬如說這種容器 放進去之後 要讓它有一點鏤空 下面的部分要鏤空 不要完全 就是放進去是完全貼進去 在裡面 所以有一點鏤空 就是底部這邊 要有一點空間出來 像我們這樣給它放進去 因為其實我們在多年前 健康的臉也有做過 沒錯 對 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 把這個蒜頭部分給它放進去 但是蒜頭要放之前 第一個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拿那個牙刷乾的 稍微上面有含紗帶土的部分 稍微去把它刷掉 或有一些雜質的部分把它刷掉 第二個我們在放這個 蒜頭下去的時候 間隔距離的部分 一樣要像我們現在這個防疫期間 要有一點間隔距離這樣子 保持距離 保持一點距離 不要讓它完全 就是讓它密在一起 它也要梅花做 對 它也要梅花做 對 把它這樣子放進去 好 那我們廣告之後來看 放進去之後又該怎麼辦 以及如果把它加到料理當中 怎麼加最好吃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